原调题 北约为何需要弱小的马其顿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现代世界有两个土豪国际组织 一个是欧盟 已有钱铸成 一个是北约 已强悍铸成 尤其是北约 那是西方主要军事强国的联合体 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 最多的国家联合 以及最强的战力 当年华约还可以与其不相上下 但是也被其给高华 可见其多么强悍 而且现代很多的战争 如芝基南斯拉夫 轰炸利比亚 叙利亚等 北约都参与了 可以说 这个组织都是强悍的西方国家 至少是非富极强 但是这个也有例外 那就是小国马其顿 马其顿这个国家 那是一寸出海口也没有 而且国家又小又弱 但是却成为北约第三十个会员国 这到底是为何呢 或者说 北约为何需要弱小的马其顿呢 其实 原因很简单 马其顿虽然是古代亚历山大帝国的继承者 但是跟当年的世界征服者 那是相差甚远吗 当 连了亚历山大帝国 危险欧洲 差点征服东方 强大到极点 但是现在的马其顿 也就是剩下弹丸之地 只留了一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也只有二百万人 还不到我国一个城市的规模 想到了极点 不光小 马其顿还失去全部出海口 成了内陆小国 当年强大的军队到现在基本上只剩下空壳 只有少量的陆军和空军 非常弱小 可以被周围灵国任意的欺凌 希腊让其改过名 其都不得不改过名 可见非常弱小 而且除了小 除了弱 而且穷 马其顿一直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落后 人均GDP只有四千多美元 跟很多非洲国家差不多 所以 马其顿是又小又弱又穷 可谓是最可怜的小国 但是 为何这样没有力量的国家 北约这么快将其纳入 这么需要它呢 其实 原因很简单 马其顿虽然国家弱小穷困 毫无价值 还会拖累北约 看 是马其顿位于巴尔盖半岛核心 就像是在巴尔盖半岛的一个鞋子 控制这里 可以直接掌控周围 尤其是塞尔维亚 这个巴尔盖半岛最强国家 现在还一心跟随俄罗斯 而西方无可奈何 为此 塞尔维亚遭到美国和西方的打击和怨恨 有了塞尔维亚 俄罗斯的势力 依旧可以直接触达巴尔盖半岛 而且具有相当的挑战力 但是 北约收了马其顿 效果就不一样了 默默